大家早上好 祝大家有个快乐的星期天 我们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 我是Kelly 然后这个是Gloria 我们非常荣幸的可以呢 一起来带这个主义学 当Christmas不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开始之前呢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到你的殿中 来阅读你的话语 我们要感谢我们有这个荣幸 也求呢我们可以呢 一直去珍惜我们的这个时光 珍惜这个可以一起去 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光 我们也要特别纪念我们的Christmas 当他尽心尽力的 去做你的工作 然后去把你的话语带给其他的人 也求你呢保守呢 那个在马来西亚要即将开始的这个家庭营 我们感谢我们有这个时间 可以一起来你的主义学 求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 阿们 开始之前呢我要与大家分享这个禁句 这里是说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面 三个星期呢 Christmas呢就交了这一句禁句 我想呢 这个禁句呢 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禁句 对我来说呢 我感到羞耻 内疚 因为呢 我一开始呢 是以为呢 我曾经以为 我没有很深的去思考 这个禁句 因为我 这个禁句是很普遍的 连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呢 他们都听过这个禁句 他就好像一个 普遍的正常的 一个东西是 大家会说起的 甚至让我们觉得 他是一个 就是我们专有的权利 知道说神是爱我们的 他赐给 他赐予我们 他的独生子 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 不重要的当时 神对神的爱呢 就一直停滞在那里而已 我用了多久的时间 但我 我是多么的错误 但我呢 终于发现到了 主耶稣基督 是我的救赎 这个禁句呢 对我来说呢 是全新的意义了 直到现在呢 把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了 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呢 当 是 思想到神所为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新冠肺炎之前呢 我们把很多事情当成理所当然的 我们到底要如何的生存 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呢 见到彼此 这一些东西都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 我时常呢 回到去 马太福音第27章 去读这个事件 去知道呢 主耶稣基督的如何带领我们去到加利利 我们不能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 我们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我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再次的被提醒 他所付出的代价 去纪念 他所经历的痛 还有苦难 他不是只是呢 你只是玩玩的 或者是随便读一读的 这是我们不能当成理所当然的 去珍惜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他说的 他将他的独身子赐给我们 他是放弃了多么的多 马太福音27章 这里呢 我们要去 再次的去 被提醒 在27节 这里做到呢 驯服的兵就把耶稣带进亚门 叫全宁的兵都聚集在他里面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用经济编满冠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围子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说 恭喜 犹太人的王呀 又吐 唾沫在他的脸上 拿围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扔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出去 要丁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鼓励那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在三十六节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三十九节 从那里经过的人 积极叫他 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 说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 神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在四十五节 从五正到深处 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 耶稣大声喊着说 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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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塞巴格达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直到他 在要死的时候 还有人呢 去说 去看伊犁到底会不会来救他 这个预言呢 这个预言是在 诗篇二十二篇这里 我们会看到的 是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的角度是如何的 当然这是一个预言 上个星期 我们读到菲利比书第三章 保罗写到呢 主耶稣基督如何的 谦逊自己 驯服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你知道吗 有时候呢 我把很多事情当成理所当然 我会思考说 主耶稣基督 他一定会去做的 应该不难 因为他就是要做 这就是他必须做的 这就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 我们思考到很少说 他到底做了什么 在诗篇二十二篇 第一节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 我白日呼救 你不应允 夜间呼救 并不住神 第七节 凡看见我的都赤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神 神可以救他吧 神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这是我们刚才在 马太福音里面有读到的 这里呢 二十二节 有许多宫牛围绕我 巴山大力的宫牛 四面困住我 他们向我张口 好像抓司孔这样的狮子 十五节 我的精力枯干 如通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拳类围着我 二党围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他们瞪着我 我的骨头 我都能数过 他们分我的外衣 在我的衣里 钻烟 大卫呢 他写了这个诗篇 他真的是完全的 全心的去思考神 他发现到了神的爱 他明白了 这个诗给我们的爱呢 是需要代价的 对我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 当我去想起呢 主耶稣基督 以这样的方式爱我是什么意思 今天呢 我选的这首歌呢 是我仔细去选的 他是呢 一个 这个作者呢 他写这首歌呢 是 他的灵感是来自 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经句 一开始 他的开始就是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这里的歌词 这里呢 是 这里所写的歌词呢 写到的呢 是我在那个时候 生存的时候呢 他们那时候说呢 钉死他 钉死他 我们要记得神 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不能把他当成理所当然 他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所经历的一切 他如何的把他的独身词赐给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我们不能把 我们要爱他 我们不能把这个爱当成理所当然 所以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父爱不可测读 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ill not boast in anything, no gift, no power, no wisdom, but I will boast in Jesus Christ,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But His I know with all my heart, His wounds have paid my ransom.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And as I reflect, when I was thinking of myself, I experienced a lot of love. I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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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love.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to them. 伊法莲是我的长子 列国要听神的话 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 赶散 以色列的必造具体 又看守他 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主耶稣会把他们带到这个正馈上 给他们这个希望 给他们这个喜悦 他也会呼吁 他们用着这个 就好像牧人这么带这个牧羊群的 这一个意象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节到30节 这里又说到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里 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与父缘为一 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 当他说到他怎么样去牧羊这些羊群的时候 他不会让任何一只羊离弃 我去思想到 我们与主耶稣的这个感情 我也许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明白这个爱 但我明白 也会认知我要如何的去向我的父母做出回应 在几年前的这个 我们的周年庆的时候 我听到门打开的声音 我知道呢 妈妈在了 妈妈来了 当我反过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 哎 是 是妈妈来了 这对我来说呢 是非常惊奇的 因为我很久没有与我妈妈住了 然后我还记得了那个声音 他的脚步声 对神的爱做出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十二岁的时候 我的领导问我说 我如何爱于神 你看就好像Kelly一样 我们从小从 我们从小从教会长大 这个京剧我们已经手烂了 可是我们是否真正的有去认知到这是神的爱 我们是否真正的去知道这就是神的爱 我们要如何的私自的去做出这个回应 做出这个个人的回应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去对神的爱做出回应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罪 我知道我自己是多么的不定 我非常具有挑战的 来到神的面前 很坦白的 我如何的是配得他的爱 我在我的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去认知这个神的爱 去确定他的爱 我要如何的对他来说呢 是有价值的 在未来的五年 是神呢 他一步一步的用他的话语带领着我 我去更加的了解神的爱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办法去误认 或者去忽略这份爱 我也不要呢失败 我要去对他做出回应 这里呢 耶利米苏呢 三十一章第三节呢 这里说到 古时神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是同样的慈爱 去引导我呢 去看到神的爱是多么的美妙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 也不是自己去寻找 我现在还在学习 学习我要如何的去爱其他人 我知道有时候呢 我也需要被改正 去回到神的身边 在每一个 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教训里 主耶稣呢 是用着爱 耐心 慈爱来教导我的 我必须同样的也要有这份慈爱 这份柔软 这份温柔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如何一样 当他把父爱呢 反映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这是我要去学习的 这首诗歌呢 说到了我们如何的 要有这个渴望的心 在第二个主歌这里说到呢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 温柔和宽恕 慈爱良善 当我们来到他的身边 这是我的渴望 也是我的祷告 我要把他的这个印象呢 完全的记在我的心里 直到呢 我们有一天呢 可以在他的王国里 是我的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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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Gary 还有Gloria 大家早上好 我叫Garrett 你也许在思考 上次是四个人 为什么今天只有三个呢 因为 Elijah 他现在在国外 他今天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四个人 还有我们是 每个早上呢 去当主日学老师的 在这几个星期呢 我们呢 去读到的 与这些小孩读到的呢 有些呢 他们可以呢 去背了这个诗篇了 我们呢 去学习到如何的与神建立关系 还有与彼此建立关系 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 我们呢 可以从旧约读到的新约 去看他 怎么教他的门徒 去看到呢 怎么与神行走 而不是我们自己 靠着自己 就好像法利赛人如何做一样 我们要看到神 去知道他所给我们的这些 预法后面的这些意义是什么 而今天我读的这个诗篇呢 他呢 帮助我了 去看到如何的反映出如何与神行走 其他的帮助我的书呢 就是诗篇 为什么我喜欢这首诗篇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诗人的这个角度 看到他反映出他如何与神行走 我们可以观察到主耶稣基督 对他来说是谁 我们也可以知道呢 他们与神所经历的一切 当然这些诗篇里面呢 也有说到他们的挣扎 当我读诗篇二十五篇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非常坦白的一个诗篇 它是恳求拯救和赦免的一个诗篇 它如何的去求神的谅解 如何的去求呢 如何的去 在上帝的道路里行走 在最后呢 他如何的回到了神的身边 对于我来说 当我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还有直到现在 它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 在这一路上呢 我有犯错 我也有呢 受到这些困扰 转向了对神的注意 我也有呢 这些罪呢 是要去面对的 所以呢 我们要要求神的赦免 很多不知道的呢 我是一个整骨医生 我们喜欢一步一步的去面对问题 所以这里呢 我会跟我的病人说 这是你的一步一步要做的 如果你要好起来 这篇诗篇也一样的 它给了我们一个一个步骤 在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里说到 神啊 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素来依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跨身 凡等候你的不必羞愧 唯有那无敌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第一步是什么呢 你要回到神的身边 第一步呢 就是你要知道 你有这个需要回到神的身边 很不幸的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这些苦难 才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需要神的 对于大卫来说 他那时候被很多的 这个仇人围绕 要打败他 他也有时刻呢 是去跟住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跟住神 所以呢 他要去负担起这个责任 还有这个后果 当他靠自己的时候 当神呢 他抽离自己的时候 这是非常明显的 在我自己的生命 我也思考到 我如何选择了去靠我自己 而不是靠神 因为对我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而不是 与其去遵守神的话语 我遵守了自己的道路 我在 我的生命当中呢 我虽然没有经历好像很大很大的困难 在这 比起大卫来说 可是 在我的生命当中 当神不在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 我很容易的就动怒 很容易的就烦躁 对我的爱的人呢 也是一样的 小小事情我就烦躁 我很容易疲累 我的心里有动荡 我也感觉到羞愧当我听到 我愧疚当我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知道我不在与神行走的时候 在这些时候呢 我知道 我需要 我需要回到神那里去 这是必要的 必要的当我们知道呢 我们如何的要回到神的身边 我们不能心感到很麻痹 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 那我们怎么样回到他的身边呢 那我们继续的读到 第四章 第四节 第五节 神啊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神呢 会指示这个道路 会引导用他的真理去教训他 直到他可以回到神的身边 有时候呢 神呢 要再一次的去教导我们 他的道路 对于大卫来说呢 他思考到了 神对他的救赎 回到最基本 我有时候呢 我也需要去思考到我第一次 如何的来到神的身边 如何的接受主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 回到了我的救赎 我记得是那个时刻 我记得是那个时刻 神呢 伸出了他的双手 来告诉我他的道路 我要再次的被提醒 神呢 他的智慧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智慧的 他能如何的去聆听我们的祷告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他会聆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继续的读到第六节 第七节 大卫写道 神啊 求你记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很古以来所常有的 求你不要记念我六年的罪行和我的过犯 神啊 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记念我 对大卫王来说呢 他仅仅抓住了这些真理 他抓住了这个怜悯 这个慈爱 这个不纪念他幼年的罪行的过犯 他也记得他的恩惠 这些呢 是大卫呢 他亲自去经历的 也是很美好的这个真理 是我们要去紧握的 有时候呢 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羞愧 回到神的身边 可是当阅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记念到了这些真理 我不是依靠自己 而是去被提醒 在这个诗篇里面 还有很多的这些经文里面呢 去学习到的 他是充满怜悯 慈爱 容忍 还有恩惠的神 我自己的生命我也去经历 这些真理 是我记念也是珍惜的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呢 很容易的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 所以大卫王他知道说 这个恩慈 这个怜悯 这是给谁的 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不管我们是如何的 我们也继续去读到 神把这个慈爱 把这个怜悯呢 给了谁 他教导 他教训 他指示了谁 在第八节 到十一节我们继续的读到 神是良善 政治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 和他法度的人 深度以慈爱 诚实待他 我们知道谁是神 我们知道他 他是正直的 他是良善的 他是公平的 第一 我们要感恩 感恩呢 他会充满慈爱的 去指示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 你看他所选择 用时间去相处的人 他们是谁呢 他不是以那些领导 而他是呢 去他所拣选呢 去帮助的人呢 是这些谦逊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要经历 这个慈爱的时候 这是大卫王他知道的 第一 要有一个谦逊的心 这些谦逊的人 上帝会带领 对大卫来说 他是一个王 他是一个有名的王 可是 在神面前呢 他知道他自己的罪 他谦逊了自己 来到神的面前 去求神的赦免 那我们呢 我们愿意也这样吗 他知道神呢 会带领他 会教导这些谦逊的人 还有呢 第二呢 就是这些呢 愿意去遵守他律法和约度的人 我们很自然而然的 就会去遵守他的律法 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道路里行走 这是我们必要的一条道路 去求神来教导我们 去求神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愿意 让他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要如何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呢 来避免我们呢 往后退呢 好像 我是一个整骨医生 当我的病患呢 没有痛的时候 那我要教导他们 如何的不要回到 这些旧的习惯 让这个疼痛再回来 我们每一次呢 都做到了到这个地步 让他们好了起来 可是有时候 几个星期后 几个 几天后 他们又回来了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 我们很多时候呢 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感恩 可是我们就停在那里了 我们就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一样 所以 大卫呢 他花了一些时间 他这里写道 去与神行走 我们还需要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呢 十二节到十五节 这里说 随敬畏神 神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足 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图 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神 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往里拉出来 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 会 干扰 或者是 不行走神的道路呢 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这个敬畏 你知道吗 我会 我要一直时时常常的去提醒我的病患呢 要他们记得 他们当初疼痛的时候是多么的疼痛 他们还要回去这条道路嘛 所以学习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的 我们 跨出了第一步 我们就不能停止在那里 我们要持续的去发展 这个敬畏神的这一颗心 去知道呢 我们的如何的要再持续的行走 不要去持续的去犯罪 有时候呢 我们所行走的 这条道路也许不是我们所拣选的 可是呢 我们要有信心知道这是神的道路 我们呢 在新年刚过 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这里呢 会祝大家有一个 安然居住 的这个祝福 这里呢就是说到呢 要去敬畏神 我们也迟到说呢 那些敬畏祂的 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图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当然没有孩子 可是我会想到我的父母 当我和我的姐姐长大的时候 每个家长同样的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好好的长大 对于我妈妈来说呢 这是真的 因为我的妈妈 我们两个 我们姐弟呢 才能认识到主耶稣基督 你看到她如何的在神的道路里行走 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 我们如何在神的道路里面行走 所以这是神特别的这个应许 说到呢 后裔呢也会 必承受意图 大卫呢 他呢是尽心尽力的呢 去专注在神的身上 这也是我自己要持续去学习的 去培养的 这个敬畏的心 可以帮助我呢 去持续的专注在神的身上 去活出一个呢 他喜悦的生命 我们这里要读到最后的一部分 在16节 这里读到 求你转向我 连许我 因为我是孤独 困苦 我的心里 忧愁深多 求你救我 脱离我的火患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我的艰难 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多 并且痛痛的恨我 求你保住我的性命 大救我 使我不自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 愿存全正直 保守我 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 求你救赎以色列 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 他这里有孤独 困苦 愁苦甚多 就好像一个恐慌症一样 很多人痛恨他 他再一次的恳求神呢 去搭救他 神的道路是什么 大卫这里说到了 他们是什么呢 他是我们要去投靠他 我们要存 存全正直 是因为信心 我们要等候神 所以呢 总的来说呢 这整个诗篇 你要回到神的 身边 我们第一知道的 就是要认知到 我们有这个需求 回到神的身边 我们要去知道 认知说 我们的道路 与神的道路 是否是配合的 我们要去面对 我们生命当中的 这些困扰 这些罪 这些过犯 求神如何的指示我们 教训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然后呢 我们要去培养 一个对神敬畏的心 学习如何在他的道路里行走 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 去持续的在神的道路里面行走 也知道这个信心呢 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我们呢 持续的后退 我们需要的是信心 去持续的行走 去当神的门徒 去相信他会帮助我们 当我读这整个诗篇的时候 当我去思考的时候 这些步骤呢 是非常真实的 对我来说 也帮助了我 帮助了我 帮助了我去专注在神的身上 让我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谢谢你们 在今天早晨 来与我一起阅读十篇二十五篇 我们现在呢 要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感谢你的话语 我们也要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道路 求你帮助我们 在你的道路里行走 尽管呢 我们有时候呢 被干扰了 求你帮助我们 转回你的 转回你这里 回到你的身边 也感谢呢 我们等一下要去 吃的这些食物 感谢这群人 他们所预备的这个食物 求你继续我们同在 封主耶稣之名 祷告祈求 Amen